建号的时间是2005年10月份 梦幻西游是2003年12月24号开始公测 老王展是一个十多年都没登录过的角色 还是2005年建的号 竟然还有两集修炼 我记着我第一个号连修炼都没有 大家还记得自己第一个梦幻号是哪一年开始玩的吗 加点的话是以立体 以前的加点是只有人民币的玩家才会全力 因为当时的硬件实在不足 没有那么多零食 没有那么多抗性的装备 所以说只能加点来提高生存 魔族都喜欢加3D两体 看一下师门技能 师门技能最高的话93 起码英机的数量还可以 当时93级的技能英机的话应该是英三下 也就第一回合用变身套开飞机 第二回合休息 两回合打三下 效率也特别的低 以前十多岭的英机很难的 现在93的技能英机不知道了 以前肯定是英三 69级的师陀岭最开始英机秒二 有人还记得吗 技能79英机秒二 大家谁还记得以前师陀技能79 能飞几个吗 我印象里记得是飞三个单位 有当时玩师陀的大佬 给大家解答一下吗 好我们看一下好友吧 05年的好友 当时还没有受到这个非主流文化的影响啊 没有火星文啊 有智能ABC的V1到V9 就是很炫酷的表现了啊 再是华佗啊 神兵之将真命和牛 魔王灭焕 逍遥冷血啊 以前的名字都充满了古龙啊 金庸那种啊 风格帅很帅啊 酷很酷啊 仿佛真的扮演一个武侠世界的主角 潘江国义 江湖故人 相当何必曾相识 这些名字真是充满回忆 我记得我当时第一个号叫刀剑封侯 是一个剑侠客 这名字还是小学同学给我起的 大家谁还记得当时第一个角色叫什么名字吗 可以评论聊聊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见